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 再撞下去 我们至早要死在这儿 我还不想死啊 可恶 这头妖兽将我们赶到这地方 却迟迟不动手 是有意戏耍我们 你们听 他要干嘛 这声音 好像是在召唤同伴 什么 一头向月郎都那么难对付了 要是再加上起头 岂不是更没活命的机会了 对 这声音不是召唤同伴 而是召唤群兽 糟了 你们看他把这紫藤谷里所有的野兽都换了过来 这头小野狼到底想干嘛 难道他想要只是其他野兽来杀我们吗 没错 传闻之中 灵兽可以媲美神通秘境 拥有极高的智慧 还能控制普通妖兽 为自己作战 该死了 少野狼已经引领妖兽守住了出口 如果再不想个法子 恐怕不到一个时辰 我们就会被翼王打尽 灵兽园怎么会有灵兽啊 说好的最高气急妖兽呢 完了 被坑了 不 我不要死在这里 我要出去 齐敏 别乱跑 怎么办 我不想死在这儿 秀敏 你冷静点 就连精英弟子都已经失去冷静了 这样下去不行 说是只有我一人对付小野狼绰绰有余 可眼下还要保证这么多人全身而退 居然嚣张的闭目养神了起来 也对 野人猎物的身份已经反转 看样子 是想通过我们 引出更大的鱼啊 时间不多了 越拖下去 对我们越不利 只能制止 你们在石头后面别动 我想到办法解决他们了 快回来 白亦凡 你不要命了 所有人 快点宁神摒弃 野兽们 给你们尝尝这个的厉害 等等 这是 好刺鼻的味道 好臭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真能解决这群野兽吗 这东西好像没起作用啊 不对 你看小野狼身后的野兽 起作用了 这下我们有救了 外园的野兽也都被逼退了 这东西也太强了吧 我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了 是 是万师斧恶草 万师斧恶草 那可是顶级的毒草 据说 只要小小一桌 就能发出数万具尸体的腐臭气鲜 凤云百里内都没有胜利感冒而监禁 白亦凡怎么拿到的 万师斧恶草 没想到臭草 在这个异界居然还有那么高大上的名字 妈妈 那个人好臭啊 别乱说 呃 确实有点臭啊 想到要去灵药园试炼 我便把这玩意儿收起带过来放身 古人用臭草驱赶野兽 对这些妖兽多多少少也能有点用吧 白亦凡 可真有你的 白师兄 你太厉害了